这个Panasonic 我觉得 好在其实它有两个 你可以用濕电和Adaptor 充电你可以拿到世界各个地方都可以 但是它跟我们男士不同 我们男士很多时候 剪输你多久看一次? 我两三天看一次 两三天看一次 这部电视机不说你不知道 剪一次之后是四个星期之后才要剪 为什么? 因为剪一剪后面那种不无的方法 原来它不是剪这样 不是剪这样简 剪之余还要跟你脱毛 是的 这部电视机其实挺适合我们男士的 哇 看我今天的化妆 Appulator 我现在知道 男士剪输的东西就叫 shaver 我今天第一次学会 就是Panasonic这部 就叫做Appulator 有什么最不同的地方就是 你看看 男士的梳泡一定要那些色 很黑色、钢、灰、瓜肥 女仔是粉红色 很漂亮 很漂亮 找摩托来拍摄也行 其实现在很多人都说 用什么脱毛膏就可以了 我知道很多人不喜欢化学的东西 塗在身上 那些钢 塗在身上 很痛苦 这个 它一次就是 还有这个 它们叫做Charger 是那些世界性Charger 就是你去到世界哪里都可以充电 不同电源 拖在磨脱四十分钟 而且最重要的是 你退完一次后 都可去全世界開完会 而且一件事 他使用两年资金 还有 而且是干湿量用的,你可以洗澡一起做 是的,我没想到,其实挺好 男士行不行吗?男士不是说这一步,我们平时剃酸用的 我想问你,你会不会脱你的脚毛? 不会 你会不会脱你的可有可毛? 没有 不是,如果剃酸,有没有人洗澡的时候剃? 是的 洗澡剃酸吗? 是的 你洗澡剃酸吗? 挺奇怪 不过我用刀片 那你有没有塗过奶油吗? 洗澡也有的 那这些酸酸是怎样塗的? 是的,你塗了就剃的了,你塗了后凸水当然没有了 其实现在这件事是很私人的,剃脚毛和剃脚毛 没有用剃的,脱毛 因为有些女士需要这些毛发较浓密 是的,人家说不过意,有时打到,什么印象都没有了 什么印象? 譬如说你突然不过意,准备拍拖 哇,这么刺激的 哇,这么刺激的 我们说的当然是恐怖一点的 其实女士很懂得自己的 那Panasonic这一部 Appalator 原价今天也挺划算的 我又不是很买的 我相信涉电器也是推荐出来 都应该人人有一部 89.99元 今天这个中秋美腿价 69.99元 如果你想你的皮肤滑如丝,软如棉 的话就试试 不过其实我想试试 我用手毛脱脱 不过也是不好,我怕痛 好,记得了 这部Panasonic的Appalator 啊